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一三二期的學員 因為其實我工作非常的忙碌 講話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我學過氣功 但是進不下來 那當然來上長先生學士 一位氣功朋友林志彥先生 他給我推薦 他說他學過這麼多功法 就是長生學士一個無私 而且奉獻別人 助人的功法 我覺得不用錢 好 不會被騙 那這種概念來 然後進來的時候 不是說我靜不下來嗎 那稍微我靜坐以後 我發覺說我竟然 剛開始像老師說的 五分鐘偷看一下 十分鐘偷看一下 但是我就堅持啊 超過十五分鐘再來 那後來有一次 不曉得為什麼 我覺得應該十五分鐘吧 因為我沒有攝鬧鈴 結果超過半小時 我就覺得非常的驚訝 所以他讓我靜得進來 所以我來 然後再來比較明顯的幫助是 晚上睡覺我大概三四點 就會起來尿尿一次 然後再睡覺 那這樣對我來講蠻干擾的 然後後來我現在就是 晚上都不會起來咽尿 就連一次都沒有 那就睡了最早大概六個小時 所以非常的棒 那我覺得最神奇的 其實是我開學的 第二天開學完第三天的早上 我看到每個孕婦同事 然後她一直在流鼻水 然後一直蹭蹭蹭 然後我就覺得很難過 我很擔心她說 孕婦我問她 妳有沒有看醫生 她說沒有她不敢吃藥 那我就問了她說 不吃藥因為我剛學長生學 老師說開過去一天也可以幫人家 我就立馬試試看 七號雀跟她的鼻子這裡 那我動了她十五分鐘 我就問她說妳好一些沒有 我很怕她要吃藥 她自己都不願意吃藥 然後就很不舒服 結果她說其實 友仔姐我跟您說 妳弄五分鐘 我就已經不流鼻水了 但是我就想說 妳還在用 我就繼續讓妳幫我 那我就到中午又問她說 請問妳有沒有流鼻水 她說都沒有耶 好神奇 我說那請問妳的狀況是怎樣 如果流鼻水 鼻賽是不是也是很壞好 她說不是 她說她過敏性鼻炎 是只要她一開始流鼻水 三天一定要超過三天以上 而且越來越嚴重 連晚上都是不大好睡 就不配比賽 所以她說她很明確的告訴我 她對她很有效 所以這是一個很成功的 愛力我就很開心 然後再來過了幾天 那時候因為上次學了 是十月份嘛 到十一月份就略涼 我就發現我們同事有一個人 好像不舒服 就是她車禍受過傷 那楊同事她就受過傷 我就很過去說 妳最近天氣不好 會不會不舒服 她說 所以我好痠痛 那個腰很痠痛 她以前腰椎這邊就撞裂層斷掉 所以她一直滅合不起來 我就跟她說 那我幫妳試試看 結果我就一樣 我就騎好 然後她的患步後面 結果她就十五分鐘 我就用十五分鐘的時間 她告訴我說 一股暖流 然後一直通通到腳底 然後腳要抖一下 我就覺得真的還假的 這麼神奇 她就說 那我下次開辦她要學 我說好 我那時候有說我希望 能照顧個學員來學 然後又來了一個第三個 馮小姐她就也是我們同事 我看她一直摸脖子 我想說妳今天脖子僵 我來給妳摸摸看 試試看調整一下 她說其實不是 我的腰更痠痛 然後我就摸她的腰 她也是說 奇怪怎麼好像有通電的感覺 然後她十五分鐘後 那時候我在下午 大概兩三點幫她處理的 那就趕快 因為不敢太多時間 在上班就是偷寫一下 趕快幫她處理 因為同事如果健康 是不是辦公室做更好的事情 所以用這個理念在辦公室 就是同事處理一下 結果她就說 她回去以後 一直到半夜 那天很冷 一直到半夜她在睡晚睡覺之前 她還覺得是暖和的 就是這個後面 哭著的地方還是暖和的 所以這個真的也很神奇 那他們兩位就 那當時一三三期 就有三位同事來報名 然後楊同學就說 我救了她 我是她的貴人 那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當別人貴人 因為有些神奇的現象 我們說很懸 但是我是覺得有愛心就不懸 因為小宇宙通霸宇宙 那最近有一位 她眼睛不好不舒服 我也是就是也幫她霧一下 結果她一直流眼淚 然後她也說她有通電的感覺很奇怪 然後一直通到左腳 我說為什麼要通到左腳 她說她自己想一下 她說她六年前喔 左腳受過傷 所以她覺得左腳有通電的感覺 這個是我遇到 真的蠻神奇的 那我覺得這樣子 竟然對別人有幫助 我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那這學期呢 我也是找了同學跟朋友一起來 這學期這一三三 我又有三位一起來 還有兩位來複習 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小毛病一定會好 那當然大毛病你要比較久的時間來調整 那大家要有信心 謝謝大家